Babey 费问 黄小明那么有钱怎么还要回归跑来呢 她的回答亮了 娱乐圈那些是说起现在的娱乐圈当红最火的女星 也属Babey最火了 她凭借奔跑把兄弟这档节目被爆红之后 更是圈粉无数也获得了不少网友们的喜欢 再加上嫁给了黄小明后 很多网友们都觉得Babey能嫁给她也是很幸运 而且黄小明简直是宠妻有家阿姨 不过她自出道以来 在娱乐圈的口碑不是很好 甚至也有 不少网友们觉得她现在事业上的成功 也是好黄小明得来的 如今大家也都知道Babey之前 录制的跑男 隐生了小海绵之后身体欠佳需要休养 跑男暂时由迪丽热巴带班 但随之而来 Babey将要回归跑男了 不少网友们都在调侃她 怎么不好好陪陪自己的儿子 而且黄小明那么有钱 干嘛这么急着回归跑男呢 这种问题要是换做你 你如何应该应对网友们的问答呢 而Babey的巧妙回答更 是惊讶了 她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可以看到 她爸妈现在的成功 也是自己拼下的 这也只能说明 别看Babey拍电视剧 被吐槽演技不好 只能在综艺节目好好发展了 再说了 跑男综艺节目可以给大家带来很多的乐趣 即使Babey刚刚生了孩子 她对工作也没有松懈下来 这确实值得夸奖 而且Babey的孝顺很顺利得到了黄小明妈妈的夸奖 这样的Babey也很适合当儿媳妇 看来这就是黄 小明为什么要娶Babey的原因了 陈于凡多次维护白百合 真正原因爆出 出乎意料又让人心疼 自从卓尾爆料白百合的事件 一波比一波猛 再加上前几天陈于凡的酒后 卖醉怒杂技者四川事件 白百合瞬间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至今还在议论纷纷 以绝对的优势占据微博热搜的头条 白百合 1984年出生于山东青岛 白百合能够有今天的娇人成绩 完全离不开他生命中的贵人 著名大导演张艺谋 一开始白百合的梦想是 能够成为一名出色的舞蹈家 所以在很小的时候 白百合就加入了北京舞蹈学院 学习中国民间舞 白百合即使有机会 能够以同性的身份出道的 但是当时还没有完全常开的 他后略显青涩的演技 终究是他错过那次良机 但是白百合并不是没有任何收获 张艺谋还是记住了这个羞涩 却勇敢的小女孩 并且鼓励他去学习表演 张艺谋的鼓励打动了白百合 最终白百合靠入了中央戏剧学院 白百合与老功臣 与凡也是在这所学校里邂逅 然后相识相恋的 两个人是因为拍摄 与青春有关的日子结识 两个人在剧中饰演的是一对甜蜜的小情侣 却不想两个人假戏真做 真的在现实中也成为了一对 在大学里甜甜蜜蜜地谈了两年的恋爱 就像通话里所说的 实现了从校服到婚纱的诺言 但是两个人的婚姻却 并没有得到太多人的祝福 因为当时的陈玉凡 已经是歌坛里地位极高的著名歌手了 而与名气部 高代白百合相恋 大家都以为是白百合为了攀附权贵 更有甚者说白百合是属于小三上位 因为原本陈玉凡是有女朋友的 是白百合的出现拆散了他们 最后还是陈玉凡出面 护妻 声明是女朋友先卷款前逃抛弃她 而白百合则是陪她度过艰难岁月的爱人 竟然是这样的原因 大家对白百合的看法 也从此大家改观 两个人的婚后生活 也是过得极为甜蜜恩爱 将所有的鲜言碎语都用事实打破 大多数人都有原来的怀疑 便到了最后的祝福 终于明白为何陈玉凡在此次事件爆出来以后 为何如何维护白百合 甚至为她退出了娱乐圈 原来是因为白百合 陪着她度过了情商 这份感情她一直记着 真正原因爆出 让人出乎意料 又让人心疼 曾经画那余共 相亲相爱的两人 如今为何会变成了这样 白百合的事业之路 也在结婚以后一路飞升 后来凭借自己出色的演技 成功跻身于一线女明星 电视迎评 佳作不断 最出名的就是与主演的电影《失恋33天》 简直是一夜爆红的姿态 后来的片语也接踵而至 事业顺风顺水 白百合也为陈玉凡顺利的伴 下了一个可爱的大宝贝 一家三口恩恩爱爱 白百合幸福的简直像公主 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 才导致两人离婚 现如今出了这样的事情 可以说伤害最大的应该 是他们的儿子袁宝 虽然此事发生白百合和陈玉凡 都深迷两人 早就已经协议离婚了 但是也有内幕说只是公关手段 再加上玉凡的深夜买醉 怒砸记者车窗事件 更是把事件推向了高潮 还有就是马荣最近也不太平 老是出来告示 本来白百合的事件 案例来说和他是无关的 可是他一会出来安慰白百合 说是顺其自然 一会开放 也不知道闹哪样 小编不得不敢看娱乐圈的事情 太复杂了 让我们这些看客分不清 什么才是事实 不知道大家怎么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